107年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 16號在台北新生公園棒球場正式開賽 這次有八支球隊參賽 除了角族冠軍名次 也將領選優秀球員 組成中華女子城棒代表隊 代表台灣參加今年的 世界杯女子棒球錦標賽 因此球員表現相當賣力 希望能入選國手資格 希望是打進前四強 然後也是 因為這次有選國手 是希望學妹他們就是 有機會可以代表台灣出征 打進決賽當然是很好 這也是一種榮耀 然後如果可以進去的話 就是大家家裡的人看到我 我也就蠻開心的 面對六連霸的對手 達英創演北市大隊 其他隊的隊員表示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今年會想要去突破這樣的一個 一定會 就盡全力 所以在這個賽季開打自己 有做什麼樣的一個準備 調整吧 調整自己 反正我主要就是球打好 然後球由投進去 補手手套就好 隊員就是手臂OK啦 打快壘到棒球之後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那種團體的活動 然後可以跟我的學妹 學姐 每次比賽是相聚在一起 很開心 因為我們都是久久見一次面 許多參賽球員 一開始主攻快速壘球 後來轉換跑道 挑戰棒球殿堂 但因為球員們平時 都有工作要忙 只能趁著賽事與隊友相聚 而16號開打的 107年全國女子棒球錦標賽 21號將舉辦冠亞軍戰分出勝負 原始新聞 556台北市採訪報導 可我沒有犯火 子採訪符aggi 同權 深圳